F成员张元英和安佑珍到了日本偶像团体的名字引发了话题 F是去年12月透过Starship娱乐出道的6人女子组合 出道区11在出道不到7天的时间里 就创下了音乐节目EV的历史最短记录 在音乐节目发行两个月后的最近也刷新了EV的记录 成为了12官王 拥有压倒性能人气的F出演了Super Junior的Lelito和医生担任MC的综艺节目 Super Junior的偶像vs偶像 节目播出之前公开了预告片 听到张元英和安佑珍的话后 粉丝们非常高兴 影片中日本成员Lie用日语出题的画面 在KNTV官方推的上公开 F成员Lie来自明古屋 那么以明古屋为中心活动 曾出演过韩国选秀节目的日本女子组合叫什么名字呢 他不太同日语的成员们虽然认真的问了问题 但是好像完全没有答对 虽然正确答案是SKE48 但成员们的答案是Lie的伯伯前辈 中学二年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回答令人遗憾的是张元英和安佑珍 在S1时期两人和日本成员一起生活活动 在日本活动过的两人 难怪能听懂问题 其回答内容让粉丝们非常高兴 专言回答AKB48NHT48 安佑珍回答NMB48 两人没有忘记一起挑战S1的选秀节目 Produce48的名字让粉丝们为之欢呼 让人感受到了Produce48 S1时代情感的发言 让观众心旷生疑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 爱的含舍 每日接受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